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是哪一个?一起来了解一下 它就是视角下方的哈萨克斯坦 国民来自其主题民主哈萨克族 位于亚洲中部东接中国 1936年并入苏联 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1991年独立成立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中亚五国总面积大约400万平方公里 而哈萨克斯坦就占了一多半的土地 达到272.49万平方公里 它也是全世界领土排名第九名的国家 它的北部邻国是俄罗斯 阿兰布图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 金融和教育中心 早年因为生产苹果而被称为苹果城 苏联解体以后成为哈萨克斯坦的首都 人口大约200万 阿斯塔纳1997年取代了阿兰布图 成为新的首都 面积为952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150万 2019年更名为卢尔苏丹 哈萨克斯坦的地形 以图兰平原和哈萨克丘陵为主 地理位置优越 这里可谓是亚欧大陆的新战地带 是沟通亚欧之间的交通必经之地 古代著名的尸首之路 和如今的第二亚欧大陆桥 都穿过了这一地区 这里的气候 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 光热资源充足 土地资源丰富 但是水资源相对短缺 沙漠 草原广部 东南部有三地 多地心域和冰川 水资源较为丰富 水草丰美 所以哈萨克斯坦 自古以来就属于游牧民族 农业以畜牧业为主 以羊羊为主 高皮羊和细毛羊 是著名的畜牧产品 种植业为主 种植棉花 小麦 大麦 香热葵为主 农业资金投入不足 农业技术也相对落后 不过工矿业比较发达 采矿业是全国的主要经济之处 棉花纺织工业和地毯纺织工业 续产品加工业等比较发达 军事工业也比较发达 是前苏联的重要军事工业基地 苏联解体以后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 致力于建立共同的军事战略空间 共同使用军事基地 霸场和其他军事设施 哈萨克斯坦境内 还有俄罗斯在其周边地区 最大的军事设施 境内还有前苏联的航天发售中心 如今俄罗斯的拜克卢2 航天发售中心 哈萨克斯坦矿产品种比较齐全 更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储量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石油资源 主要分布在离海的东岸及湖底 陆地上的储量也比较丰富 如今这里的油气资源 也大量出国到了我国 这里建设了一条著名的石油运输管道线 它就是中哈原油管道 中哈原油管道 是中国的第一条战略级跨国原油进口管道 西起离海的阿特劳 途经阿可救兵 终点为中哈边界阿拉山口 全长2798公里 中哈原油管道 总体规划连输用能力为2000万吨 管道的前期工程 阿特劳到肯吉亚克 输用管道权限 长度为448.8公里 管径610毫米 已经于2003年底 建成投产 连输用能力为600万吨 中哈原油管道一期工程 阿塔苏到阿拉山口段 西起哈萨克斯坦 阿塔苏 东至中国阿拉山口 全长962.2公里 管径32英寸 于2006年6月实现了全线通油 中哈原油管道 二期一阶段工程 肯吉亚克到昆布克尔段 长761公里 于2009年7月建成投产 实现了由哈斯克斯坦西部 到中国新疆的全线贯通 中哈石油管道的修通 对缓解中国的石油供应紧张 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 石油储备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众所周知 石油管道运输 具有稳定性 安全性 可靠性的保障 而通过海运的话 我国从中东 或者非洲 清扣石油 都必须要经过 咽喉要地 马六甲海峡 这里地处马来半岛 和苏门达岛之间 与陆运相比 海运的运输时间长 运输距离远 而且海上运输 安全性相对较低 对此 大家是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 长按点赞按钮 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